来不及人们 转到这只章鱼鸽的时候啊 看了他抱着这个这个海螺啊 死死的不放 据说他是吃 牡蛎和这个海螺长大的啊 他好像是通归与君的节奏哈 喜欢的双击哈喽 近来的兄弟姐妹嘛 今天赶海的时候发现一个红灯笼海葵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海葵缩小之后变成了啊 年轻成了这么一小块啊 嘿嘿 打开之后啊 清零对葬啊 就可以完美的实用啊 营养价值特别高啊 有的烙铁 第一次见红灯了啊 反手点亮的小红星 加上关注看我今晚11点左右干海直播咯 来我兄弟姐妹嘛 有好多烙铁让我解泡一个带沫的鱿鱼啊 嘿嘿 啊 今天这终于找到一个带沫呢 嘿嘿 啊 听说油墨会给双击是吗 啊 双击油吗 双击油的话点一个啊 马上加个关注啊 得一会马上干海直播咯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记得来观看 感谢你们 来吧 兄弟姐妹嘛 这是下午在海外干海的时候啊 意外发现了两个啊 笑红的毛蛤蜊啊 嘿嘿 啊 再觉得给他打开啊 教大家如何试用啊 首先找一把刀啊 给中间割一下啊 用力拜大力拜 掰开就好了 嘿嘿 啊 有的老铁一进来啊 反手点亮的小红星啊 嘿嘿 有的老铁加上关注看我干海直播咯 哈喽进来的朋友们啊 吃包龙之前有一个小妙招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嘿嘿啊 首先找一个小管管啊 从下方给他插进去之后啊 这个尿就可以轻松排出来了 排出来之后啊 这个肉质特别鲜美 吃起来特别的香 有的老铁一进来啊 感觉学到的知识 反手点亮的小小红星太快了 我的天 加上关注看我干 这大海当中的海鲜啊 总是长得奇形怪状 嘿嘿 这一退潮一来啊 就就发现了这两个挺好用的东西啊 啊 有的小姐姐一进来啊 感觉这么大的海肠啊 反手捡了一个大大的红星啊 嘿嘿 第一次见到老铁啊 能不能加上关注老弟马上干海直播咯 带你抓海鲜 感谢 来吧兄弟们啊 这是一个哈尔滨海肠啊 嘿嘿 啊 在吃之前一定要做个小处理啊 因为这个海肠内部啊 刚刚解报发现啊 里面有这个黑色的恐怖的寄生虫 嘿嘿 有多少钱一进来啊 学到的知识 反手点亮的小红星 嘿嘿 有多少钱喜欢大海干海抓个鲜啊 加上小小关注啊 来看我干海直播咯 哈喽兄弟姐妹们啊 这个海胆蒸蛋啊 相信大家都吃过啊 但是你怎么做法可能都不知道啊 今天来发个教学啊 从后面剪开啊 剪开之后啊 打一个鸡蛋把内脏清理干净打个鸡蛋 起锅烧油 这就是整整完就特别鲜美了啊 嘿嘿 有多少钱一进来啊 反手点亮的小红星啊 加上关注看 来吧兄弟们啊 最近请人家说这个牛奶喝完龙虾之后啊 会变得特别啊 都美味啊 特别的力大无穷 嘿嘿 今天也不知道真假 咱来做个小实验啊 有多少钱一进来啊 啊 翻手就点亮了一个小红星啊 我的妈那个快 难度难度不住啊 有多少钱其他人的关注来看我干海直播咯 有好多老铁问我呀 啊 这个好试又好用的海长是在哪里抓到了啊 嘿嘿 啊 这个大海吹着之后啊 他在这个沙滩上发现这种小红点啊 已经不要错过啊 嘿嘿 用这个抽子给他抽一抽啊 就出来了 我的妈咧 这么大 这么红的海长 你见过吗 啊 没见过老铁啊 点了一个小红星 加上关注我来看我看一看 哈喽 今天来的兄弟姐妹嘛 今天来做个小实验啊 用这个酱油啊 来看看这个海老鼠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 嘿嘿 看出变化的老铁扣个一啊 嘿嘿 啊 感觉 这比较好玩的就评论出来啊 啊 喜欢大海的啊 能不能加个关注啊 来看我干海直播 带你抓海鲜喽 哈喽 今天来的兄弟姐妹嘛 啊 当你在海鲜市场购买摩尔罗的时候啊 嘿嘿 哎 一定要注意啊 要把这个水分挤出来啊 啊 因为一斤摩尔罗半斤水啊 挤出水分可以减轻重量 嘿嘿 在跟购眼摩尔罗的时候 这是一个小诀窍 嘿嘿 哎呦 不好意思啊 马上走啊 加关注我来看我干海直播咯